小姐发难奴婢 少远 若是咱俩的事情被发现 小姐发难奴婢 你可要为奴婢做主吗 好好的 替她做事 我把一切都给了你 你却如此负我 凭你不能生了这个 我就要她修了你 来人 把她赶出下府 来人 等等 来人 这样 太便宜了 你这张脸 就不配过去这世上 推出去 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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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命董之余 祖传家也刺绣防被夺 终有一日 我要让你们这队肩负盈负 血斩血肠 你le 就是我了 来人 宋宠教宵了 就凭你们 去吧 呀 驾 来 吃饭 来 好事 放手 我傅中怀的可是少爷的故事 你敢拦我 乔思不敢 我侯亦菲 一定要做这下府的女主人 我宣布本次刺绣比赛 胜出者为下府侯氏 班长 这刺绣图案秀里 滚针秀的鸳鸯活灵活现 敢问姑娘方明 小女梅芝从外地来这儿省亲 略懂一些刺绣 斗胆在大家面前献丑了 郑出者当为梅芝姑娘 小女梅芝从外地来这儿省亲 略懂一些刺绣 斗胆在大家面前献丑了 郑出者当为梅芝姑娘 帮我 帮我 公主持人 决战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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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饭酒 别禁酒不吃 吃罚酒 刚下府的侯氏 差人来寻下长呐 没想到在这儿 还不快扶夏掌柜回去 姑娘 她的眼睛看不见 这不西雨露的眼皮吧 姐吗 姑娘 你的筋 是她 是谁让我们非要生气了 刺绣比赛年日 官人的眼珠子 都要飞到女只姑娘身上 给她的眼睛看不见 最后一位是她的眼睛看不见 她的眼睛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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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她的眼睛看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知姑娘那琵琶是从何而来的 自我出生就待在了身边 请问姑娘为何问起这琵琶的由来 家父也曾送过我一把 我只是突然想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贝尔 别碰坏了 那是给梅志小元的贺礼 切身晓得只是此目盒颇为平常 代我换个喜庆的 恭喜 恭喜梅长官 同喜 恭喜梅志小元开业 祝山业新龙 谢谢 夏掌柜 恭喜 恭喜 梅志姑娘做了这江南第一女掌柜 夏某特别厚礼一份 也要表新意 夏掌柜可真是大手笔 梅志承受不起 佩儿 先带夏掌柜进去烧做片刻 没吃 烧喝酒 夏掌柜 有披风金柜 还是我来吧 你去备些茶点 送到正厅 你去备些茶点 谢谢 送到正厅 侯亦飞 既然你爱夏宇昂入国 我就让你尝试一下 失去爱人的滋味 阿瑜和夏宇昂之间 似乎有些恩怨啊 夏掌柜有何吩咐 没掌柜是爽快之人 那夏某 也就不都圈子了 前不就董家失事 夏家与董家是视角 所以收购了董家的刺求本 夏某有意与梅志小院合并建议 不知梅掌柜一下如何 夏掌柜的话 梅志自会私存 只不过小院刚刚开业 实在分身乏术 还请夏掌柜见谅 那夏某就不打扰了 夏掌柜是体面之人 这样出去自然不妥 让梅志替您缝毁一下吧 梅志替您缝毁一下吧 饭菜已经备好 官人累了一日 吃两口 点歇息吧 红梅 梅花 那儿 spectrAll Mirko 温费 欧阳 果然 Berg 监 recognition 我看次男圆 你看看 很神经病 这是耳术 天哪有人 是真的爱慕寡人 但若阻挡了寡人迎娶真实 几身愿意生下福州孩儿 便离府 还请寡人成全 贝儿 不要胡思乱想 待你生下孩子 我便回禀祖母 证实你董家二小姐的身份 她也都证实 不要乱着当妇 敢勾引我夫君 李夫人 说话要拯救证据 你听说了吗 李夫人 正在大街上 找美长都贵的 麻烦哪儿 所谓何事啊 还不是 还不是一位李老爷 快说快说 我昨天晚上看见李老爷跟李夫人 两个人靠的那个亲 那个意啊 这个李夫人 这个李夫人哪 她还真不是一个很简典的女人 谁呀 谁呀 我倒要看看铁针之下你如何狡辩 这梅花刺绣并非出自我之手 我早已打探清楚了 这梅花刺绣的丝线 都出自你小院 好像正是不久前 夏掌柜送你的贺礼吧 报官吧 报官呀 让大家都知道一下 梅掌柜是个喜欢勾搭有富之富的狐狸精 谁 李夫人 怎弄得如此狼狈 本一位下掌柜是个镇人君子 也难怪是个男人都找到这小妖精的道 猴士可要当心点了 你没看过 梅掌柜回来了 姑娘何时回来的 又有一盏茶的功夫了 我听茶馆的客人们讲了一些没掌柜的闲话 心中担忧便急忙回来看看 梅芝 你个不守复道的女人 赶紧把门打开 不然我派人砸了你的小院 简直气人抬身 我梅芝行的端做的证 还怕她污蔑不成 没知 不如请李夫人进来听琴讲话 也能心平气和一些 姑娘也在 这梅花刺绣的丝线 确实与夏掌柜送我的贺礼一样 但是这刺绣 并非出自我这手 那日夏掌柜来 我用这丝线替她修补披风 简直是梅花的原料 若李夫人还不信 大可搜查小院 夫人可是识错了 这夜幕深重 看差了也是常有之事 布棱雅最近勘管的眼 不可能出什么叉子 不知夫人可愿透露 当初您大闹医护院的事情 说起来不怕二位笑话 是我俩不省心的夫君 迷上了医护院的头牌 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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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夫人为少药熟税 事情做得不错 这些钱够你下半辈子有了 速速离开 走得越远越好 速速离开 走得越远越好 少药姑娘呢 少药姑娘已经除身离开了 可是李老爷为少药姑娘除得身 少药姑娘现在在何处 不是 是她给自己除了身的 好 滚 多谢大侠出手相救 这些银两给你 好 少药 如果你今天说实话 我便放你一门 如若不然 我说 我说 其实 其实都是 都是夏福的猴士 只是我这么做的 我也是被逼的 小小的一个妾室 竟敢算计到我头上 看来与夏家的生意往来 该停一停 还请李夫人 为梅芝 证明清白 这次是我冤枉没掌柜了 以后李夫的枝川用度 都从梅芝小院买进 至于少药 这是李夫人的家务时 没知就不便材手了 梅掌柜 梅掌柜 我还知道一些 关于后事的事情 求您救我一命 这次就给梅掌柜一个面子 放了这个小姐 以后还请梅掌柜 处理好她的事情 其实 其实侯益飞的生母就在余红月 但她并不知道侯益飞就是如今下腹的妾室呢 姑娘 我还有一件事需要麻烦你 但说无妨 让侯母知道侯亦飞的下落 哪来的下掌柜姐夫 赶紧走 瞎了你的狗眼了 我可是你们下掌柜的岳母 赶紧走 哎 哎 哎呦 哎呦 下腹大人了 下腹大人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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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闺女啊 你如今是发达了 你怎么也不想想还在青楼受罪的阿娘呀 你到底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啊 都怪妾身不好 让官人烦心了 妾身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 我不是任何安排啊 我在闹路完成节日之前冲公 不然你们孩子 就没有办法在你身边长大 碰到我 你看 憋到你 在闹路完成节日之前冲突 不然你的孩子 就没有办法在你身边长大 你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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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凄惨 梅花自古寓意忠贞不渝 下掌柜不要再丢了 贵人回来了 我这就去准备饭餐 他毕竟是我娘 你为何在此啊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来人 赶出去 我是受下掌柜之托来照看这刺绣房 名义上便是这刺绣房的掌柜 而你 只是个妾 赶我出去 不太合适吧 夏夫人 你没事吧 还不快扶夏夫人起来 冠日 是她 是她推我的 夏夫人 你怎么能胡说呢 明明是你打的梅掌柜 摔倒了 梅掌柜还有心扶女的身子 却倒打了 侯氏如此不分清重 怎配做当家主母 即今日起 请你可以 MART 夏角柜 既然做 dinosaur 不合理书吧 让你受委屈了 我送你回去 我送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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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个白眼的啊 我留你 自由用处 什么要紧的事 叫我大半夜来 也不该毁了我的名声 实在是事处紧急 今日看了刺绣坊仓库 发现有片名贵的丝绸布料救了 不知美掌柜可有办法翻新下 不然会损失一大笔钱 我需要纸和笔 这批布料看似成就 但是加上几个刺绣 除成之后便可再次买出 是 官人 夜深了 妾身给您准备了银耳汤 没想到 没掌柜也在啊 没掌柜费心了 吃点东西吧 对不起 这汤凉了 我想着问一下端曲给梅掌柜的 夜深路重 夏掌柜回去换身衣裳吧 免得染了风寒 梅掌柜请回吧 毕竟深夜在夏府 不合规矩 还请梅掌柜自证 离关里远一些 你想干什么 我若是你 就躲在深闺 好好养胎 免得一个闪失 丢了孩子 那你夏家主母的位置 可就不保了 夏掌柜 时辰不早了 梅枝 就先走了 夏掌柜 时辰不早了 梅枝 就先走了 夏掌柜 夏掌柜 姑娘 要不咱们回吧 您这要生的吃不消的 姑娘 你怎么在这里 姑娘 快 扶姑娘进屋 我去找你 没让过你 我家少爷有请 可是说有什么事吗 恶事不急 我想带朋友先去见个大夫 只是说上次私仇的事情 不如小的大夫就去看大夫 好 我们走 你们掌柜呢 刚刚你们府上来了个小厮 说是侯氏请掌柜的过去 不好 我们不是去夏家吗 是不是走错了 你不怕吗 你不怕吗 快走 没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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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凌云呢 她同步受伤了 得尽快回去 导闭 乖 乖 你今天做的一切我刻意不忘 但你今天敢以我黎明去害群 胆子不小吗 乖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自从你敢瞎扶 不便找人见识 你所做的一切我都知晓 快 快 我虽然做了很多错事 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害你 你应该清楚没知到我心中的分量 再敢 别管不有情 别管不有情 你应该清楚没知到我心中的分量 再敢 别管不有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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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有啊 智能是这样的 鸡之 老师 你在啊 盈盈 我有话想跟你说 常规的 李富人来了 邀您去前厅立序 你先好生休息吧 是个老狐狸 李富人 您看 富人有喜事 其实是夫妻之间私密之事 但说与你听 倒也无妨 李老爷有胎记 你昨儿才知道 因为我真的没人压着 看得清楚 胎记 看来这次 又得劳烦盈盈了 没知啊 赶明儿你送我一块儿 我带给你老爷 成 李富人好雅兴啊 下家大少爷 不照看店铺 难没知这做什么 夫人 我现在 也是下家私修房的长官 没知 你可当真不长记性 李富人何出此言 哼 下家大少爷当真不知道 你腹中喉食 其实是个闹铁子 满城皆知 他胸口有颗痣 满城皆知 谁能陷害你 董家人已经死绝了 连你母亲都为你害死了 还有谁能让你胸口的那颗痣 是 待你生下孩子之前 在那儿给我安心育开 生下孩子之后 我要低血的运气 您能够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